大家好,欢迎回到凡教授频道,我是千金月的爷爷 今天哪个城市这么倒霉? 这个城市是Selena 这个城市是适合资产配置的城市 这个城市是一个边界效应的城市 今天我就给你挖碎了,刨开了,好好来说一下Selena这个城市的城市亮点 Selena这个城市是在整个大达拉斯区域的以北 同时它是在热门城市Fisco Prosper的以北 我投资一个城市主要是看这个城市,这个郡县,这个政府的兑现能力 如果它的兑现能力强,它具有很强的招商引资的能力 那么这就证明之后这个城市会随着招商引资 大公司不断的迁入,人口的迁入 那么这个城市才具有涨价空间 Selena这个城市就跟我在众多以前频道中做过的很多城市一样 也是一个增值赚钱想能手 当时从2012年投资Plano 当我搬到Fisco的时候 Fisco还大华久久,还没有正式台业 所以可想而知,当时周围是患良的 但是现在Fisco是在我眼面前的一个成长 从最早期的73000多人到现在接近了24万的人口 而且整个Coit这条主路直接可以通向121这条主路 从原来的双向三车道通到了现在是双向四车道的一个扩建 都属于两个county 一个就是Colin County,是Danton County 那么这两个county小手牵小手的把这些城市打造成了最热门的城市 现在Fisco已经接近25万人口 现在是24万人口 他们要在2025年完成Prosper的20多万人口的实现 那么要在2035年完成整个Selena 35万的人口的预期的增长量 成功的招商了Toyota封典总部 成功的招商了Liberty Mutual 百事可的Pepsi 世界500强有20强 那么在北达拉斯这个方向就接近12强 在这个方向 其他的就集中在Fort Worth Fort Worth有AA美国联航 那么美国联航是整个达拉斯是有直接飞回国内的班机 它是直飞的 2012年Plano成为了全美最适合养育家庭的城市 然后2017年Money Magazine也把Frestle成为是收入最高 平均收入最高 但是每个家庭的平均收入大概是7万8千多 那么我们下个就去看看吧 3029square feet 然后这道房子的位置非常好 它是属于名牌校区9分的high school 就是在Prosper 但地处是位于Selena 这个城市唯一蹭了Prosper热度的一个房子 因为它的学区是属于Prosper 然后这套房子是四房三个卫生间 它的位置非常的好 它大概开十多分钟就可以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专门攀爬和骑车的地方 然后周围是有一个90acre的一个公园 然后还有一个11acre的一个湖 所以它整个周围非常的方便 然后它离Selena那个人造非常有名的一个白色的人造沙滩 大概就是有十多分钟 然后它旁边都是什么六狗狗的公园 而且从这过去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社区配套 里边有两个环球场 然后篮球场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 进来以后是它的将近28尺高的一个高条亭 然后它的左手边是它的一个office 它这个office是整个它是在home office 它这个office是有基本上快到落地的一个大窗户 整个是14尺的高 然后这套房子非常新是2017年的 然后左左手边是它的powder room 然后今天open house很多人 然后这个是它的整个 它算是小的一个会客厅 做的很别致 然后右手边它是个短的走栏 进来以后它是个小青蛇丰 然后右手边呢它就是它的一个整个车库的进门处 它是有两个车库从这进来 然后就是laundry room 然后它的marly room在这就是在这换鞋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到它的开饭室的一个 它的大的一个主卧 主要的living room 来到它的餐厅仪式 也就说它的厨房还有它的餐厅 还有它的living room 它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先来看它的厨房 整个厨房它是升级过的 它升级了抽油烟机 然后还有它是个五眼的灶台 这个灶台大概是有45英寸的宽 然后的话它的整个这个台面是做了升级的这个大理石 但是这个大理石大概品质大概是在level五左右 然后它后边是全部贴了砖面 而且它大概这个是一个叫做就是可以用这个来包摊 也就是说在这就可以直接接水 所以的话这个是一个包摊的一个水龙头 然后它有两开这个是要加砖的 一般升级这个大概是2000美金 然后的话它的整个Allen非常的大 也是它的特色之一 它的整个洗手盆 就是它的整个洗菜盆 它是加宽加大的 你看 然后的话它的整个水龙头也是升级的 它水龙头是全部修干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整个客厅的层高是12尺高 然后它是直接 它后面的是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的餐厅那边有落地窗户有三上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边 它的整个是安装了shoulder的整个窗户 的窗帘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它的这个 它是整个pateau它是升级过的 也是它的特色之一 大家来看一下 它是整个pateau做的很有格调 然后它的pateau是升级了整个它加长加宽了整一个它的这个外面的pateau 然后的话它把整一个推到外边去了 也就是说它的它包括它的地板水泥地板也是推到了跟我最外边 然后它升级了它这里有five place 也就是说冬天冷你也可以在这跟朋友一起在户外玩 然后它也可以在这烤火 它有火炉 然后外面它做了很多孩子玩的 它这里做了一个它搭了一个小小的木屋给孩子 然后它这里做了一些景观 你看到它做了一些景观 但它这个草呢是甲草 那甲草其实更容易维护 而且孩子玩的空间就更多 的东西囊括的非常多 这样就说明它的后院大 然后它还有个侧院 我们来到它的主人房 非常的豪华 好多人都在里边照相 我们现在来上它的二楼 非常有情调 首先的是它的game room 它的game room它做了 加了柜子 然后大家看到它的顶 它的是12尺高的高顶 然后的话它整个这个柜子是它以后要搬走的 但是就是它 你就可以看一下它整个风格 它二楼给孩子搭了一个doorhouse 这个是它的一个play room 专门给孩子玩的 也可以作为影音室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其他的两个次卧室 这里是它的一个次卧室 这个次卧室是12乘以14的一个衣橱 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 这里是出来以后一个走廊 两个卧室 然后上面都是给孩子住的 所以看到它上面有好多孩子的用品 然后两个孩子共用这个卫生间 唯一小遗憾就是两个孩子共用卫生间 应该有两个台盆 两个洗手盆 那就更好了 如果再能洗素分开 那就更完美 那可能价格就要上来一点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这个也是另外的次卧室 这个次卧室 它的顶也是12尺的高 然后是walk-in的衣橱 然后它后面呢 是对着一个小的空地 今天来看的人很多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回到主卧去 因为主卧刚才我去的时候 有人在看整个楼梯道是带有窗户的 所以它的采观很好 然后这是一楼的一个老人房 也可以就是一楼用来guest room 就是客人用房 它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房间了 它饭的是一个king size的床 然后它这两个边柜做的还没有特色 它这种边柜是三角形的边柜 这样就很省空间 然后的话它的整个dresser非常的长 看到它整个这个dresser起码有三米到四米的长 这里是它的laundry room 我现在带大家去它的主人房 然后它这里走到也是带有窗户的 它这个主人房实在做得太高级了 然后这个就很像是在家办公的样子 然后它的整个是California King 这样的话它两个net stand在旁边 它还有很多多余的空间出来 然后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 它的整个应该是请过 哇它的这个view是太好了 你看它从这边就直接可以看到外面 非常好的view 而且采观非常明亮 非常的好 但这个是个落地的窗户 是直接整面墙都快拉通了 然后它这个是个双开门 进来以后就是男女不吵架洗手台 它的toilet在右手边 左手边是洗浴分开的 所以它的这个主卧的卫生间 主位是很大气了 包括它的这个大驴石 用的是一个接近level3到level2的级别 很长 然后它的这个洗手洗澡的tub 它是有窗户的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这个 它的主人的这个closet 这个基本上是个360度的closet了 我们不看衣服 我们主要看结构 好的我们就先走 然后它升级了两个洗浴的喷灵头 所以它这个还在这工作 还有个檀椅 大家就可以知道它的整个尺寸是非常的宽 然后它自己做了home system 一个全新的可以就是接着wifi接到手机上